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 今天是2017年6月23号 星期五农历是5月29 好 那么星期六呢就是初一了啊 就是明天就是初一 希望大家多吃素 多念经 一个人如果一天到晚讲是是非非 实际上他的自身已经被是非缠绕了 一个人如果一辈子不懂得什么叫缘 他就活在缘境当中 因为人的缘会静的 因为任何的缘只是一刹那 所以要好好的努力 缘分 说存在它存在 说不存在它也不存在 因为缘分是靠着你种因得果的 所以你种下了这个善缘 你就会有善果 你种下了恶缘就有恶果 我们的学佛人对佛对魔要分得清楚 心量越来越小 越来越嫉妒人家 那说明你已经心中有魔了 如果你的心态越来越大 心中没有怨恨 什么都可以忍得下 说明你心中已经有佛了 所以人学佛要无怨无恨 学佛的人怨人家 恨人家 你就在因果当中永远不能脱离 所以学到后来要越学越进步 学佛学到后来就要超越人间的烦恼 很多人就是不能超越自己 更不能超越自己的因果 所以因来了 那你要好好地去种善种子 才能有善果 今天谁都不要去怨别人 谁都不要去恨别人 因为这一切都是你自己业力招来的 好 下面就开始解答 听众朋友问题 喂 你好 喂 你好 喂 你好师父 哎呦妈呀 哎呦妈呀 你还痛啊 哎呦妈呀 谢谢师父 请教师徒几个问题 人家有句话叫做疑心生暗鬼 现实社会中很多人是因为怀疑别人 对别人本身不理解 造成错误的判断 听到点外界的声音而错误的相信 事后又发现误会了 那能应该怎么样预防这个多余的性格呢 自愈这个多余的性格呢 自愈性格就是要诚信呀 要相信人家 要纯洁的相信呀 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 你妈妈从来不会喝酒的 人家外面说我看见你妈妈喝酒了 你相信吗 我不相信 好了 不相信 你爸爸从来不会外面乱玩女人的 突然之间人家跑到你家 耳朵变上造谣 你爸爸我今天看见都是在玩女人 你会相信吗 不相信 好了 那么怎么会不相信的呢 怎么能预防你不相信呢 因为你对她有诚信 有坚信 听不懂啊 嗯 听不懂 嗯 我了解 明白了 师傅 然后师傅 我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点到点掉脸上的物质 真的可以改变命运吗 如果你说完全能够改变命运 那么大家都去点吧 物质 物质 只能改变一点点 你比方说你今天眼睛下面有个内置 那的确不是太好 因为内置的话会影响你 人家说哭哭啼啼啊 总是运程不好 这是有改变自己一点点的 这个这个不是命运 改变自己这个运程 运程 不是命 命是改不了 运程可以改 明白吗 嗯 懂了 嗯 好 然后说 我想给同学问几个问题 有位同学 他的丈夫得了癌症 但是小孩不学佛 然后这个女儿说了 癌症要让他自己来得 然后替了爸爸受 但是呢 他说并没有在佛台前发愿 然后呢 现在他爸爸癌症也没有好 然后女儿呢 也没有得病 同学现在很着急 同学说 女儿这样会不会 嗯 对他自己造成伤害呀 他说那个话 因为他没有在佛台前说 嗯 没有在佛台前说 如果他幸运 没有过路神看见 听见 或者他没怎么念经 天 他的头上三尺 一般都有神灵的 对不对啊 对 那不一定算 对 如果他 如果一算的话呢 那就不一样了 现在应该 他说了好多次了 说了好多次了 当心了 不能再说了 再说的话 他一定会替他爸爸背的 他会折瘦不 会啊 啊 他需要怎么补救呢 他妈妈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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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46岁就走掉了 为什么 我看过他的命啊 应该活到67岁左右 为什么 为什么呢 他就当时说了 对不对 说了十几年了 我给妈妈十几年 十五年 比较十几年 就是说 我给妈妈折瘦 结果他妈妈好了 癌症 就是那个淋巴癌 结果这个女孩子 她现在走了 死掉了 不要开玩笑 嘴巴出口就是业 这还不懂啊 要么善业 要么恶业 所以不要嘴巴乱讲话 所以有些人真的很苦 到现在连佛法都不懂 好了 好 然后另一位同学 他也是问到这个问题 就是说 他原来没学佛的时候 他也是说 替他妈妈瘦 然后现在长大了 他学佛后悔了 他需要那个念 礼佛大忏悔文 念多少遍 我告诉你 你记住了 小孩子 如何替 说替妈妈来承担 这个是一种孝 孝本来就可以 减掉很多业障的 听得懂吗 只是 为什么有些人 有些人 他非但没有舍受 还有 还有功德 因为他本身能量大 而且从小修行 或者上辈子 他的根基好 为什么有些人 刚刚跟爸爸妈妈说 我给你 我帮你背 我折瘦多少多少 没几年就死掉了 因为他本身 爸爸妈妈的业障重 第二 他本身孩子 本身没有能量 明白吗 明白 懂了 好 下一个问题 一位老妈妈 86周岁 不念经 但是女儿给他念经 葬成 女儿给他念了 四百多张小房子了 现在 他这个妈妈 就是每天咬东西 咬床单 咬衣服 还骂人 打人 挠人 踢人 她现在属于 小脑萎熟 和老年吃责 像她这种情况 她女儿大概 还给他念 多少小房子 首先 你们讲话 一定要把理论 要弄清楚 不是说 念了小房子 妈妈才会 吃长单什么的 是本来已经 小脑萎熟了 这只是 四百多张小房子 念下去 它有效果 但效果不明显 听得懂吗 所以你们这些话 要讲清楚的 不是念了小房子 之后 小脑萎熟的 因为人的正常的生病 都会生 明白了吗 所以这个理论 就是说 你们要知道 不是说医生 给你生病的 是医生 帮你查出病的 你过去 没看病的时候 医生 我咋没有生 体一直慢好的呢 你不知道你不好 你到医院里去 一检查 我咋这么多 全身都是病呢 难道是医生 给你装上去的吗 你没学佛之前 你哪知道 自己有这么多毛病啊 你学了佛之后 你才知道 身上有这么多毛病啊 对不对啊 对 好了 讲话要严谨 这个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妈妈相信 好的快 妈妈不相信 好的慢 就是这样 明白了 那他就是在坚持 给他念多少小房子呢 坚持念 一直念念到好为止 这种不是废话 没好了 小房子数量到了 还没好 不念了 明白了 好了 谢谢师傅 然后下一个 同学做梦 梦到法会 一工呆的内厂 有一个类似于 市医间的地方 挂了好多书包 然后我跟他说 这些都是秘书处师兄 给很多红法厉害的 师兄准备的 他们都是有任务的 领多少书包 就要度多少人 那些师兄 其中几个 都是他认识的 然后比较聪明的 修得好的师兄 请问师傅 这个梦代表什么意思吗 这个梦就代表 菩萨让我们继续度人 就是梦中出现的 这些修得好的师兄 就是证明 菩萨很认可 就是让他继续努力 对啊 他们的确 的确比一般人好 这没办法 好的 听懂了 然后同学梦到了 好长之前 他做了一个梦 梦见四面围墙 一个脚发生爆炸 他跑出去 跑开了 有个保护他的人 跟他说一些事 写在一张纸条上 然后他把字条 放在包包里 然后那个伤害他的人 非常想知道 纸条上的内容 他介于两者之间 谁也不想靠拢 后来那个伤害他的人 怕伤害他的人 找他麻烦 他无奈之下 去跟保护他的人 说明情况 这个梦代表什么意思 师父 这个梦代表我没听清楚 我不知道你说什么 是他没有前言后果的 那行吧 下一个 那个他梦见一个母亲和孩子们一起吃饭 有两个孩子晚来了 结果那个母亲说 那两个孩子吃饭收个本钱 然后做梦的这个同学说 都是你儿子 你这样做太不公平了 然后太不平等了 然后同学就生气了 就把碗都砸了 拿笨子把敬为给砸了 感觉这些像是他们的老同学和一些同学 他这个梦的意思就是 他说感觉是属于现实中的 这个这两个人就是不是很和睦 他就想请师父 那个给解下梦 是啊 不大和睦啊 有什么好 只是好 多念解节奏 然后 多念解节奏 好 然后他还有一个梦 就是说 许多同学来敲门 然后他没有开门 并说你们回去好好祈求 观世间菩萨托个梦给你们 看看你们到底是否如理如法 之前也说了一句这样的话 意思也是 是否如理如法 感觉这几个人也是认识的同学 大概也知道是谁 请问这些同学是否真的存在不如理不如法 发现的时候确实有人告诉自己一些事情 然后他就想请师父 那个给解下梦 他跟现实当中情况的人和事是否能够对应上 然后他心中想着这个人 不知道是不是他梦中这个人 像这种的 首先不要胡乱猜疑 明白吗 嗯 好好的修 有着戒指 无着加勉 做人就是要这样 一般的做梦 做到不和谐了 吵架了 或者怎么样了 马上就要开始要 检讨 明白了吗 明白 嗯 然后 嗯 师父 我还想问一下 我昨天梦的 观世音菩萨 让我从 阎师初高徒 第一课看起 这是啥意思呀 阎师初高徒 就是你还不够严谨 你还不够师父这么教育你 明白了吗 啊 做得很不好 对 不严格 不行 你现在也不在师父身边 你要严格的执行 这个这个心灵法门 这个师父对弟子的要求 听不懂啊 听懂 嗯 明白 然后 胡说还说我 嗯 就是念完经之后 然后有的时候 自己个单位一不开心了 然后 马上这个工作就漏了好多 我就剩一点了 这个我 怎么才能堵住呢 师父呀 自己堵住吗 就自己堵住了 天天 要守戒 就天天要看戒律 天天见心经来开悟 你才能守戒 好了 哦 好 明白了 然后 最后师父 我想分享一下 那个 嗯 我去年年底的时候 因为听了 台长的图层里边有一个 呃 女同学就是许完怨不结婚之后 然后她就是违怨了 后来她就携人了 变成液浪了 那个听完那个开示之后 然后 我那个接到了一个 嗯 开示挺好的 我想那个 请师父验证一下 学佛做人真的不容易 许的愿一定要执行 不要儿戏 一个女同学 许愿终身不结婚 结果前世的缘分来了 定不住了 违怨了 有感情了 邪淫了 犯淫荡了 惩罚你是没有跑的 不要愚痴啊 跟菩萨和护法 许的愿不是开玩笑 说出去了 天地都给你记账 暂且让你做一个好人 合格的人 或者是圣人 但是你不珍惜 那么曾经给予你的所有福利 你违怨之后 都会变成你的业障 让你吃不了 兜着走的 还拉下去 不要傻呀 不能傻呀 人间的一切都是假的 怎么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欲望 跟菩萨学佛 学做人 还有私心 想要自己捉死自己吗 一辈子 你做的再好 再完美 一个欺骗菩萨 亡语的业障 够你好好的吃一个果子的了 奉劝大家 感情的事情不要儿戏 好过难过都得过 学佛修心 不管你有多好 多么认真 最后的情观 你过不去 就是你成佛之前 自己挖掘的坟墓 要时刻提醒自己 不要自己骗自己 感情的事情 一旦陷进去了 就很难自拔 弄不好 还要伤及根基 动了自己的莲花 真的不能儿戏呀 多少学佛人 都是情感过不去 再高的修为 你不能够跨越 感情这个枷锁 那么这个枷锁 一定会把你锁住 不要傻呀 人间匆匆几十年 大好的学佛根基 怎么可以荒废 在一个情字之中呢 奉劝大家 想要修成的人 必须要看不破感情 如果看不破情网 就是你成佛之前 自己挖掘的坟墓 到时候不要再怪别人 想想你能守住成佛前 在情观考验吗 学佛之人 学得好的 意念上都不能犯错 真的非常可怕 尽管你修得很好 修为也很高 但是成佛前的考验 就是情 多少法师 一辈子五戒十善 都可以守住了 口也可以守住 就是意念上 一犯结淫 当场堕入轮回呀 真的很可怕 不要傻呀 法会上 因为前世感情上的债 来讨的看到多少 有多少人 就是情观 就是自己的生死大劫 三百年前的大葬生 修为那么高 那么好 结果意念上 喜欢一个女子 结果三百年 都没有投她呀 生前的所有功德 全部消失归联 多么可怕呀 人间的感情不能玩啊 不能儿戏呀 如果真的有缘 也就彼此恭恭敬敬 君子之交 淡如水多好 如果无缘 换句话说 叫有缘无分 都不要去牵感情这个线呢 感情上的线 牵来的都是眉目传情 都是你自己拉你 掉进情网的锁链呢 大家有错误的人 赶快清醒清醒吧 你们修为 比不上法师 但是你们 是真心的想学佛 想好 想超出六道 但是人间的缘分 就是你成佛的绊脚石啊 有些人还口念经文 还在胡思乱想 想想你都有错呀 学佛之人要干净啊 要无染啊 虽然佛教不阻止你的婚姻和姻缘 但是以婚之人和单身的人 都要干干净净 不要胡思乱想 想入非非 这样害死你的 只有你自己呀 并不是说你不见面了 没有实质上的接触 就不是邪人 真正的修行是连意念上都不能有错呀 可千万要懂得道理呀 菩萨是不动真感情的 菩萨的感情是大爱 是爱一切有缘众生 就拔极苦 菩萨不是只爱一个人 而你只爱跟他聊 只爱他一个人 就是小爱就是我们今天的自私的爱 希望你们能够觉悟感情可以生出一切的法 一个障眼法就会把你迷的迷惑颠倒 感情的事情不要乱来呀 有家使就好好爱你的妻子和爱人 单身的人也要干干净净 清净无染 不要学佛学了几十年 外人都看你修为高尚 断出一切障碍的样子 而你却在感情上的结束上 再使自己伤了自己几次的修为 不要再错了呀 谢谢师傅 太累了 师傅又睡着了 又睡着了 你讲得太动听了 对不起对不起 谢谢师傅 师傅那你 你开始几句把这个感情 你讲得太多了 我一不讲我就睡着了 那我再一句吧 感情问题是一个最复杂的 因为它牵涉面比较广 而且感情跟前世都有关系 所以感情要处理得好 就很重要 明白吧 明白 不管怎么样 学佛的人要舍得下 放得下 一定要这样 明白了吗 明白 这里说感情可以生出一切的法 一个障眼法 就把你迷惑颠倒 对呀 这个师傅开示一下 障眼法是什么呢 障眼法就是迷惑颠倒呀 因为你很多人 为了感情 他可以舍去呀 舍去呀 所以过去有句话叫 爱江 爱美人 不爱江山 爱江山 不爱美 那个 穷愿不要江山 爱美人呀 不爱江山 爱美人呀 他为什么到底呀 他能够勾你魂呢 你的魂被他欠了 对不对 魂千万里呀 所以一个人 你要进入这种 这个感情里边了 你就出不来了 很多人出来很难 为什么 进去越深 出来越难呢 对不对呀 所以很多人 所以很多人 为什么婚姻一破裂 他就要死了 因为他已经太深了 他陷进去出不来了 对不对呀 对对 所以这个东西 这就是我们佛法 就是我们身心 对呀 就是我们心灵 所以佛法就是叫我们要注意呀 千万不要 千万不要就是说 自己什么事情都要砍弹 放下 砍破 明白了吗 就是叫我们不要陷进去 什么东西在人间 都是可有可无的 因为它是一个 这个世界是一个虚幻的世界 本身就是无常的 明白了吗 好了 不是假的 不是假的 都是假的 假的 你说说看 现在的人 他对你好得不得了 你一不能养他的话 他马上给你翻脸 就给你掰了 对不对呀 你说这太对了 是啊 昨天有个小姑娘 你说 昨天 昨天有个小姑娘还说呢 说 那个曾经 一个 他的 那个的同学对的可好了 然后 昨晚之间 他俩的感情就掰了 哎呀 看见了吗 看见了吗 真的 感情 感情的东西 本来就是虚幻不实的 感情 他只要能够 只要能够照 他就 他就能够结束 他可以拥有 他就会有 就有结束的一天 所以你这个东西 不要拥有太多呀 对不对呀 对 所以你 不可能的 到最后 说一个人 说你的感情 哎呦 好得不得了 你可能不了 你一个人能心中 像你们这种心胸狭隘的人 能心中拥有几个 几个人了 能拥有几个感情了 对不对呀 要大爱 所以为什么叫大爱 小爱 不能拥人几个的 大爱才能拥人多一点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要学徒弟的大爱 学台长 谢谢 谢谢师傅 嘴巴都慢回家 谢谢师傅 我没有问题了 谢谢师傅 师傅保重身体 好好休息 再见 拜拜 喂你好 师傅好 师傅好 第一次给恩师台长请安 谢谢 师傅 请您开始一个问题 关于租房的 一位师兄就租了别人的房子 然后他发现房子里面有药金子 然后他想招小房子 给房子药金子 抬头应该写房子的 谁谁谁住房的药金子 还是写房子的药金子 没没 某某某房子的药金子 就是 他住在里面就是他的房子 好好明白了 感恩师傅 然后请师傅解个梦 就是上周 我母亲在梦里 梦到她的先生很伤心的哭着看着她 然后我母亲就说 我只是回国 三周就回来了 然后梦就醒了 师傅开示一下 我听不懂啊 他母亲做梦 他的先生 他母亲的先生是谁了 不就是他老公吗 对对 对不起师傅 对是的 这语言表达能力有问题啊 我好比强 对不起师傅 老公呀 梦见他老公 怕他离开呀 就是这样 哦 就很简单 就首先叫他妈妈查一查 他妈妈有没有外遇 哦 如果有外遇的话 说明他老公已经察觉了 哦 这做梦的人是我母亲 他也是 他也是您的弟子 他没有外遇 没有外遇的话 好 那么首先 说明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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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 他的老公 就是可能是你的后爸 他已经有点怀疑 或者有点 怕失去你妈 就这么感觉 哦 哦 好 明白 那师傅呢 我母亲应该为他的丈夫念些什么经文呢 你母亲为他的丈夫念些姐姐奏 哦 姐姐奏 啊 明白吗 嗯 好 明白了 感恩师傅 然后师傅啊 就是有些师兄 呃 离呃 他们家离老养 老养院或者医院很近的话 那在家里面烧小房子 是否有影响呢 白天烧就没关系 白天 白天鬼不管 不敢在马路上乱跑的 也不会 哦 越过很远的路到你家来 就是晚上 你烧门他就来了 嗯 那那晚上 如果像这样子的情况上 晚上点香 最好是几点之前 点香会 十点钟之前 十点钟 十点钟之前的 好 感恩师傅 然后请师傅就是开示一下 有时候有些师兄看到 那观世音菩萨像 有时候是男像 有时候是女像 那请问师傅 这跟本人的那个当时的心情有关吗 男像女像不一定的 这个观世音菩萨 他本身的像是在你心里的 所以你的心中 你的跟你的心里 如果要说有关系的话 也就是你的心中 如果是比较善良 你会看到 观世音菩萨的女像 如果你的心中 有要打护 要打那些 打着那些魔的 你变成男像了 就你会看到 观世音菩萨的男生 男像 哦 这样子 好 那师傅 请开始一下 就是我家里面供的两尊 都是东方台的 观世音菩萨像 然后一尊是词相 一尊是画像 当词相的时候 有时候我看到是男像 有时候 菩萨像的是女像 这是跟我当时的那个心态也有关是吧 嗯 其实不完全是你心态 其实你只要拜佛 你看见菩萨的 观世音菩萨因为本身就是个男像 哦 所以你要到天界很高的地方 超脱六道 基本上他不分男女了 他没有男女像 所以无我像无人像了嘛 对不对 好 明白 对是的 感谢师傅 然后师傅还有 是关于我自己的一些问题 就是有时候我会看到一些景象 然后我不知道这些景象 就是是因为我自己能能看到 还是因为我自己身上是有灵性 还导致看到的呢 如何去判别呢 是这样的 是你看到还是导致 那是两种 一个呢是向随心变 一个是环境跟心都有关系 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把这个世界看得很好 你会很爱这个世界 你把这个世界看得很恶 你会很恨这个世界 对不对呀 对 是的 那么你说怎么会变的呢 因为你的心呀 OK 对不对呀 所以你要懂得怎么样 调节自己的心 你让自己的心 看着什么都是恶的 你的心本身就有恶 如果你的心让世界看到什么都是善的 那你这个心本身就是善良的 这还不懂啊 好 我明白了 感恩师傅 然后师傅 还有 然后 还有问题吗 然后 好好好 那师傅我们都没问题了 感恩师傅 您好 喂 师傅你好 你好 师傅你好 我帮考虚给个梦 同学梦见 一个 狼精神在 动静面前 对同学唱的 嘴巴靠近一点 嘴巴靠近一点 话筒 对不起 同学梦见 一个狼精神在 动静面前 对同学忏悔 因为他害同学下凡受苦 他为了表示歉意 他拿出一颗红宝石给同学 说这个是他的心脏 然后对同学说 如果接受了就代表 愿意原谅他 也代表接受他的爱 他会用人间的一心来还同学 同学接受了他的红宝石 然后这个天神转身 飞进一个无底洞里面消失了 后后后面一转 同学是一个年轻的女姑 和一个老师傅在一起 同学问这个老师傅 应该原谅这个天神 并接受他的爱吗 老师傅说原谅他 然后 梦里的男天神 很感恩同学为他所做的一切 感恩同学为他所生的孩子 现实中 同学已经结婚了 梦中这个男天神是一个网友 这个网友跟同学也是同年同月同日生 同学现在 为了这个男生命了很多小房子 还许愿一百零八遍礼佛和一万遍姐姐做给他 请问师傅 同学应该 怎么做才能 让这个网友不要再 不要还同学这个请在呢 像这些东西都是上辈子的缘分 上辈子的缘分 这辈子不能续的 一续就会出事了 听不懂啊 听得懂听得懂 是不是 因为同修也是很多次梦见自己回不去 或者是要被收走 对啊 是不是跟这个 都有关系啊 搞来搞去啊 人天先配来就变成 跟天上还在谈恋爱啊 上辈子的天上的感情 到下辈子到人间继续来续 那怎么会不出事啊 嗯 这个是 好了 好的好 感恩师傅开始 还有一位同修 他梦见师傅的法身 拿一粒粪便给他 请问师傅都是他 叫什么意思 师傅的法身拿了什么 一粒什么东西啊 粪便 哦 粪便啊 给他 嗯 谁的粪便啊 不知道 他说是一粒粘 快粘了的 你就是挖了一粒给他 嗯 师傅给他 我告诉你 就是 给他 就是他身上的粪便 把它挖出来给他 叫他看到他自己身上的肮脏了 哎呦 我问你医生 医生给人家开刀 开完刀之后拿出来 里面的东西是不是给人家看的啊 生结石啊 胆结石啊 嗯 嗯 一样道理 他要注意什么 帮他拿出来的粪便已经说明他身上干净一点了 注意啊 注意不要再有粪便了 嗯 天人 天人 天人是应该没有粪便的 听不懂啊 嗯 只有人才会有 因为人要吃无辜粮 天上他是感觉 吃东西是感觉 吃下去很舒服 就没了 结束了 嗯 明白吗 是的 明白明白 哦 他还以为是有财啊 嗯 然后还有某位师兄哦 他梦见 有一位同事他梦见某位师兄头发变成金黄色是什么意思 头发变成金黄色啊 嗯 对 他梦见某位师兄的头发变成金黄色 金黄色是好事情啊 头发变成金黄色 说明他已经有菩提了 烦恼及菩提啊 金黄色就是说明他有智慧了 好了 哦 好的好的 本来师父开始 还有 请问师父 您在白货佛法里 开示了人的六通 有天眼通 天耳通 他心通 宿命通 神足通 和肉静通 他心通 神足通 我们可能可以修到有 但是像天眼通 天耳通 宿命通 肉静通 等一般人是没有的 如何理解 人有这六通呢 什么理解啊 你不是都理解 那么就好了 不要去搞 这些通 都是天上的 只是人 过去修得好 他就会 在他精神里面 能够呈现出来 就通什么 有什么好通的 你现在我说你有神通 你相信不相信 不相信 怎么不相信啊 你有没有第六灵感的啊 有时有 这不叫神通啊 对对对 你这个事情 今天开车出去 我就怕出车祸 我感觉今天会倒霉 你这个感觉 真的倒霉了 你不就是神通吗 灵感 你跟他讲话 你孩子跟你讲话 孩子又没跟你说 什么要求 你怎么会知道 孩子跟你讲话 就是这个意思啊 你这不就是 他心通吗 是的 是的 你神足通 你还少啊 神足通 晚上你做梦 马上想到什么 你就可以到那里去了 你没有神足通吗 对对 你现在坐飞机 一个晚上 可以到一个国家 还不叫神足通啊 是的 对不对啊 天眼通 对对对 你要天眼看什么呢 你现在一个人 站在山上很高的地方 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 你不叫天眼啊 哦 你的人也能看得这么远吗 问题你站得到 这么高的山吗 对不对啊 看不到 对 天眼能够看到别人的心 明白了吗 嗯 哇 哦 师父没有讲文 都不知道了 你当然每个人都有灵感的 很多人知道要出事之前 会有感觉的 很多人知道自己要出事 要死掉之前 他就会自己要知道的 全会知道的 你今天 你今天出去会碰到坏人 好人 你自己 只要安静下来 你就会有感觉的 这不叫 这不叫他心通啊 这不叫感觉啊 跟他讲话 你就会知道 今天我们谈得很好 和谈不好 这不叫他心通啊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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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师傅 您还是 哦 因为 因为这些平时我们都有 可能自然的时候出现 我们都没有去注意 对了 就是你没注意而已啊 为什么医生能够看到空气当中有细菌啊 为什么你看不见啊 因为你从来没去注意 空气当中有没有细菌 而医生他注意了 他就知道空气当中有细菌 对不对啊 对 好了 哦 感恩师傅开始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 请问师傅 老一队人有一个说法 说小女孩要迫向才养得大 请问真的有这样的说法吗 所谓的迫向是小孩要过节才能长大吗 人都要过节才能长大 并不要迫向 迫什么向啊 小女孩迫向 长得漂漂亮亮去迫向啊 神经病啊 迫向了 这种是意思就是说 哎呀 小孩子帅一娇到脸迫向了 哎呀 小女孩迫向才能长得大 是这种概念 没办法了 就像过年的时候 棒 把盆子 把杯子 这个这个盆子摔摔摔了 那当然不吉利了 但是人家为了讨吉利 哎呀 平平安安 平平安 睡睡平安 那好了 你到过年的时候 你就砸碗砸锅好了 睡睡平安啊 哦 哦 好棒 就像现在很多人一样 一个福字 这么好看的福字 人家不认字过去 贴 贴到了 人家说 哦 讨个口彩 福到了 福到了 你真的去把个福字全到了 你看看贴福到的人 有几家里 家里有 有福气的啊 嗯 明白 感恩 没文化很可怕 听不懂啊 对 幸好我们有师父 感恩 我看你是师父的 不是一般的 一般的好佛友了 一边跟师父讲话 还要听白话佛法 是的 白话佛法 很重要 你现在不是 你现在不是白话佛法了 你是白话佛法 怎么活 哈哈 好了 讲吧 嗯 还有 感恩师父 现在悉民法门 很多统修感情都非常好 这种感情 是否会变成 以后轮回的因 要如何处理 才是如法 这个就是要靠智慧了 中庸之道 念经念的 夫妻两个人感情很好 也不能过分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感情过分的话 两个人站在一起 我舍不得你 你舍不得我 到最后嘛 好了 两个人一起轮回了 又到了 下辈子再来做夫妻呀 嗯 你要放下的呀 怎么放不下了 放不下怎么好啊 怎么可以呀 嗯 嗯 你帅 哦 好像好好 好好吃 嗯 嗯 好的 哦 好了 今天的问题就问到这里了 师父您好好照顾身体 记得吃饭 好好休息 谢谢你 感恩您 嗯 谢谢 拜拜 喂您好 喂师父 您好 您好 感谢师父 嗯 师父我想请问一下 有个梦境 嗯 把收音机关轻一点 啊 好的 可以了 嗯 就是我们现在 跟同修一起住了一个 住了一个房子 然后就是房 房间 我们一进那个房间 就是特别头 特别疼 然后有一天晚上 我就做梦梦到 就是有 有 有 有三个灵性进来 然后有 有两个灵性 把我的手 和那个脚都按住 然后 呃 另外一个灵性呢 就是 在我面前就是像做那种鬼恋一样的那种样子 然后想请问师父 这个是房子里面的要盯着 还是我身上的要盯着 房子 房子肯定的 房子 哦 房子的要盯着啊 嗯 一个二十一张 哦 一个二十一张 嗯 那我们 还有其他的同修也梦到 也是梦到就是很多西人 嗯 那很麻烦 就是那种罪鬼 一男一女那种罪鬼 对啊 死在里面的 那肯定了 讲都不要讲了 嗯 哦 那这都是国外房子嘛 有的不干净的呀 只有烧小房子呀 一样的 只有烧小房子 啊 他虽然是西人 你小房子一烧 他如果投胎 他下辈子 说不定就变成中国人了 嗯 嗯 那那个抬头应该怎么写呢 就是那个 房子要进去 金正 某某某 租房的要进去 哦 某某某租房的要进去 嗯 嗯 感恩师父 师父 我把那个电话给另外一位同修啊 感恩师父 喂 师父好 啊 哎 弟子给师父请安 嗯 嗯 我想跟师父分享一下 就是白话佛法对修心的重要性 啊 嗯 弟子学佛 六年多了 但是因为没有系统的学习白话佛法 所以造成了修心方面的欠缺 不明佛理 没有智慧 也缺乏定力 在修行的路上 做了很多不如理不如法的事 弟子向观世音菩萨 向师父真诚的忏悔 嗯 然后最近呢 就是观世音菩萨慈悲点化 让我明白 呃 自己在念经和看白话佛法 时间上的分配特别不合理 嗯 所以造成每天拼命的念小房子还债 却因为被佛理理解的缺乏 念经时杂念纷飞 意念上又不断的造新页 然后念经的实际速度和质量都不好 呃 所以不断的就是在梦里还要追加小房子的数量 造成每天一睁眼就念小房子 然后 白话佛法呢 也没时间看 每天都是念完小房子到晚上 睡觉前才匆匆看一篇 嗯 所以也不能深刻的理解和消化 嗯 并接收菩萨能量 菩萨的能量和智慧 造成了恶性循环 甚至心存怀疑 就是心存疑惑 觉得业障总是还不完 失去了学佛的法体 我想可能很多同修就是都有跟我一样的问题 嗯 后来呢 就是经过菩萨点化以后呢 我就调整了一下就是念经和看白话佛法的这个时间比例 每天就是先看白话佛法 用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 然后呢 并做笔记 呃 每一次都是先看一篇 然后之后呢 再重新来过 再看第二遍的时候呢 这超重点 呃 之后再念礼佛 念礼佛的时候呢 以前念礼佛就是点头比较快的那么念啊 现在念呢 就是一佛一拜的念 大概是十二分钟念一遍 然后呢 就是拜的时候特别慢 把心就可以完全静下来 静下来之后呢 再做功课和念小房子呢 我本来以为小房子的数量可能不会像原来念的那么多啊 呃 但是没有想到小房子的数量没有减少 反而是比原来念的还还多还快 而且呢就是念经的质量特别好 因为就是呃 通过白话佛法的学习嘛 对这个佛法里讲的空性的理念呢 理解的比较透彻以后 念经的时候就是心里的杂念就特别少 甚至就是没有杂念 所以就念经的速度和质量都能提高 心比较容易定下来 所以就是跟呃 佛友们分享啊 白话佛法特别特别重要 如果就是呃 不看白话佛法只是念经念小房子的话呢 就会跟我之前一样造成恶性循环 嗯 来师傅您在听呢 听啊 嗯啊 然后呢呃 我觉得白话佛法特别好 就是哪怕呃 一整天只能念出一张或者两张小房子啊 但是呢就是因为白话佛法的能量啊 呃 充满了呃 充满了整个的就是全身啊 还有思维 所以就是一天是没有烦恼的 也没有杂念 对啊 对啊 心情特别好 对啊 这个就对了 这个本身就是实际上 实际上你不能做整天做功课 你要理解课题 就像做这个功课就是什么 功课就是你在学校里 你不听老师上课 你整天回家做功课 那你说你这人成绩会好不啦 嗯对 是 所以所以就是白话佛法太重要太重要了 一定要学 嗯 是 然后我我我就是对白话佛法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啊 还有白话佛法对我们的影响 我们之所以有无穷无尽的烦恼啊 就是因为我们人间的思维限制了我们对宇宙空性的了解 而菩萨的思维呢是证悟了空性的智慧 白话佛法呢正是对菩萨思维的理论的一个解释 当我们不断的用菩萨的思维转换我们人间的思维的时候 烦恼就会越来越少 所以白话佛法学习的越多 理解 理解的越透彻 学佛的目标也会更明确 念经的效果也会更好 白话佛法的制和量就可以得到保证 学佛就会减少偏差 少走弯路 这样的理解正确吗 正确 正确很好的 因为表面上看看白话佛法好像有的举的例子比较简单 实际上你想想看 简单的东西你做不到 我举个简单例子 谁都知道不要骂人 谁不骂 对不对啊 谁都知道吃的好的东西 要保护肠胃 不要塞的太饱 谁不吃的饱啊 简单的道理 你能不能往生的去理解 你能不能做到 都是问题 对不对啊 对 是不是就是 经常的看白话佛法之后 就是把我们的人间思维从 就是就给挤出去了 满脑子想的都是菩萨的思维之后 就 就是就会有超 超思维出来 对了 就是人间的烦恼就没了 就不叫超思维 这叫境界提升 哦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然后师父还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修心要修 要修这个亲近心 然后呢 就要修身口意 那身和口都还好控制啊 但是意念经常就是不受自己控制 有时念经时会突然出现不好的意念 或者不公正的意念 这时就会很紧张 因为知道念经时菩萨和护法神都在 这种意念马上就会转化成叶障 或者莲花会掉下来的果报 可以讲的呀 可以讲的呀 跟菩萨讲呀 欢迎菩萨啊 我某某某凡人都台 正在学习当中 护法神 如果我有思维上面不当 请护法神和菩萨原谅 就没了 结束了 那在念经之前就跟菩萨讲一下就可以了 有像师父如果跟你们一样 我有时候念经也会走神一点点的呀 那怎么办呢 我就一边念经 我就这个意念就出来了 整个就是 我用不着脑子去想的 我就会说 菩萨 这个请原谅我们 我们在人间 我们还在修 就这么可以了 哦 明白 因为就像这种恐惧啊 就是会 就会让我越来越 就是恶性循环了 对呀 因为害怕 害怕报应 害怕受报 那么越念越糟糕 好了 对 然后就执着 像这种就属于着相了吧 着相着相 大着相 那在这方面就是 先跟菩萨讲 然后就是是不是也得 学会放下 对呀 就是 讲过了 知道菩萨会原谅你的 就放下了吗 哦 因为因为师父也讲说 跟菩萨忏悔 忏悔以后就不能再犯了 但是我就觉得就是 因为跟菩萨忏悔完了以后 又犯了 就觉得师父自己又打乱了 这个放 这个不是的 跟菩萨 讲了之后说 菩萨原谅 并不是说我不犯了呀 哦 嗯 对不对啊 比方说你许愿 你说我再也 不乱搞了 你接下来又搞一段 你这是这个是乱来了 啊 明白 那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就是说因为我们凡夫都有错 呃 错误意识到了 不可能马上就完全消失 就用平常心去对待 改啊 尽量改啊 跟菩萨说我一定尽量改 对不对啊 要敢讲了 但是你要真的改 如果很多人嘴巴里说 不让我尽量改 他不不尽量改 那胡把人很快就给他惩罚了 哦 好的好的 感恩师傅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 呃 师傅在白化复法第七册里啊 呃 第十八篇 师傅讲说生命的缘起 有一段 呃 师傅说生命是从寂静无名的空性混沌中开始的 那我师傅以前讲寂静的时候 总是和涅槃人在一起讲 涅槃寂静 然后呢 空性呢 师傅讲是 就是空性是否就是可以直接理解为是 仇上的智慧 那在这里面就是寂静和无名 然后空性又和混沌在一起 嗯 我不是特别明白这句话的含义 我就问你一句话你就知道了 空性和混沌还不懂啊 比方说你这个人在做人的时候 你是不是混沌啊 嗯 糊里糊涂啊 稀里糊涂啊 等到你空性了 聚性了 安静了 你能找到自己的本性了 你是不是想通想明白 不是空了吗 嗯 那么我问你空和混沌是不是在一起了 我问你你 你不空怎么会 怎么你不混沌怎么会空呢 如果本来就是很空的东西 是空性的东西 那你说你还要去修什么空性啊 嗯 就是因为你有混沌你才会变得越来越空性啊 因为你有烦恼你才会有菩提啊 你没有烦恼你何来的菩提啊 啊 啊 对对对 啊 什么意思 明白了 那那那可不可以理解 就是说 呃 在最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本来就是呃 讲不出来 本来就是 就是无念的 嗯 然后就是随着我们呃 呃 产生了念头 然后随着念头的产 产生了意识 嗯 然后呢 有了欲望 呃 然后才有了贪嗔吃慢疑这种读 然后才进入了迷惑颠倒的轮回 嗯 那么现在我们学会以后呢 修心就是一个逆向的回归的过程 对 可以这样理解吗 可以啊 很厉害啊 学得很好啊 白话佛法学得很好啊 嗯 啊 我们法师都要向你学习了 非常好 嗯 感恩师傅 感恩师傅 嗯 呃 然后还有呢 还有一个一个梦境啊 我想问一下 就是前一段时间 我的胸就是有点疼嘛 左边后来那晚上做梦 就梦念去检查身体 照那个就跟那个X光是吧 然后也没检查出结果来 是是有问题还是没问题 然后像这种梦境是什么意思呢 像这种梦境 就叫你当心了 你的胸脯可能会出事 啊 检查身体 没有检查 还没检查出来 说明已经在提醒你了 师傅经常不是跟你们看肚疼吗 说你要当心这个地方 那个地方 好了 一两个月发现了 还有一个两年的 我跟他说 啊 还有一个两个月的 什么都有啊 我提早通知你们 当然就像医生一样的 跟你说 哎呀你当心上风啊 你还没上风呀 你说医生你胡说什么 我没上风 你为什么说我以后要上风啊 因为你肯定会上风这样下去 条件让你上风 因为你在人间 听不懂啊 明白 那后来这个胸又不疼了 又变成那个 就是胳膊疼 后来胳膊又不疼了 又变成那个就是胸口堵 那么你要看看了 这就是灵性了 灵性会跑的呀 那像这种我许 我许愿四十九张小房子 然后五百条鱼 不要做坏事就好了 明白 第一不做坏事 人要保持干净 第二多喝开水 肠胃洗一洗 每天洗澡是洗外面 每天喝水是洗里面 听不懂啊 多喝水 多小便没有问题的 没人说你多上卫生间 难为情啊 有这种人不啦 你要冲的 不停的要冲的 然后要懂得内心 境界 灵魂 又是另外一个领域 都要干净 告诉你 什么病都不会生的 身心健康的人生什么病啊 要么心里不健康 要么身体不健康 吃的脏的东西也叫不健康 听不懂啊 明白明白了 明白了 那个师傅那还有 还有一个梦啊 就是 我梦到我爸爸买了一套房子 就是一个house啊 然后我过去看 我说呀 这个house真好 我问他多少钱 他说五十万 我就当时觉得这个怎么那么便宜呢 这是他的药精卷管我药精的 对了对了对了 这是多少张呢 这个啊 你给他五十张不就好了 五十张啊 嗯 好的 好了 好的 然后 不好意思啊 我还有最后一个梦啊 最后一个梦 就是 因为 以前有过 做过那个诗管英文吧 然后可能一直就有堕胎的孩子 梦里老梦见了孩子 然后有一次梦到 我就问菩萨 我还要念多少张 梦里出现了一个一千八 那是一千八百张吗 哦 真 你要问多少张小房子 他直接告诉你一千八 那就是一千八了 不是 没有直接告诉 就在梦里 就是迷迷糊糊的啊 我也记不清 那数字大概是多少 反正应该是挺多的 嗯 那就应该是这么多呀 不要偷懒啊 小丫头啊 躺到床上 到时候 这里妇科开刀 那个妇科开刀的时候 你就说 我全愿念一千八了 你说不定一千八 念完之后 你这个妇科不要开刀了 你听不懂啊 明白明白 乳房拿掉开心啊 明白 好了 明白 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 嗯 没有问题了 感恩师父 乖一点 要记住了 当人家开一个价给你的时候 尽量 继续做 不要还价 还价总不是太好 我告诉你 还价人家质量 就不帮你好好做 好 好的 感恩师父 拜拜 师父保重身体 早点睡觉 嗯 谢谢 拜拜 喂 你好 你不讲 我讲了 为什么 法布施的功德很大 因为它 是从你心灵当中 出来解救众生的 因为当你要去解救众生的时候 你就弃恶从善 转烦成圣了 这是很重要的 你怎么样由一个坏人变好人呢 那你要做好事吧 你怎么样从一个烦人 转为一个圣人呢 因为圣人不做坏事的 因为圣人不停地做好事 时间长了 你就是圣人 所以怎么样 能够让自己 法布施 能够布施的好呢 就自己先要明白道理 明白了吗 喂 喂 喂 师父你好 不好意思 给师父请 师父辛苦了 问几个问题 简短的 一个问题就是 想问一下 那个 那个山水化 不是有时候 我们都是建议是说 贴在那个墙上 用玻璃 就要贴在墙上 然后 有的山水化不是尺寸比较大吗 比较大的话 就是同修是想 就是类似于像那个 商场一想挂那个海报的这种方式 就弄几个那个塑料的条子啊 就嵌在里面 只要挂在墙上 这种方式可以吗 要干净 要挺 就可以 就不能就是有一种挂着挂着 就卷起来的这种感觉 就不行了 不好 就是还是要扶贴的 那个贴在那个墙上面 你接地气啊 接地气 接嘛 就是要碰到他 才在接啊 哦 哦 是的 是的 因为 因为同修说 那个师父那个 有一次在梦里 他梦里的法生 跟他说 也是建议他 给他就最好是贴在墙上 哦 师父的法生 对啊 师父的法生基本上对的 但是有些人就 真拼命的 就是说师父的法生 说有一次个说 跑到东方电台来说 要跟师父通电话 是吧 后来我们秘书处的人问他 你跟师父约了吗 约了 结果跑过来一查 怎么没约吗 结果你什么时候约的 师父法生跟我约的 哈哈 哈哈 好 师父 还有下面一个 还有个问题是 那个挂 之前有说 挂的那个大悲咒 也是挂在墙上 大悲咒 就是说 好像是说 写的和打印的都可以 对吧 就是这个大悲咒的话 大悲咒都可以 写的打印的都可以 那就是 那如果是写的话 或者打印的话 就有没有这种讲究 就是说 当时那个写打印的人 或者写这个字的人 打印这个字的人的 这个气场方面 就有讲究吗 当然有 这个话就是说 我们最好就是 有所考证去确认这个 这个人是谁写的 如果这个人 这个人是好人 那么就最好了 你说坏人们 尽量少用 或者这个人已经过气了 那就算了 去用这种新的 哪怕 你哪怕用正常的 反送体 去打一张大悲咒也好 那我们 如果最保险的话 就是感觉 如果自己 气场还好 就是自己去 就电脑上打 打印 打印 就是自己那个 打好 最后到复印店 一复 这样应该保险一点吧 这样的话 都很保险 没问题 大悲咒没问题 好的 感谢 还有 还有下一个问题是 就是我们平时 网络上面 就是有 从社会 人间的这个角度 看到 就是很多人在转发一些 警惕式的一些内容 比如说 要警方警惕 就是某某 这种诈骗 这种行为 寡骗小孩 这种行为 这种内容 从我们 就是角度来说 我们再去转发 这个内容 会不会去动因果 就是我们转发去以后 让对其他周围的人 知道警惕了 这个我们要自己当心一点 可能就是 他命根当中 可能就是本来就要去 比如说 送这个那个结的 但我们去转发了 让他警惕了 会不会就动 不会 对于因果 不会 不会 你这个本来就是 众善奉行啊 你算了 不能讲的 你不能说 你不能说 你要做善事 还要 他本来就应该倒霉的 不可以的 他哪怕倒霉 你都要救苦救难了 对不对啊 对 这个不对的 你这个概念是错误性的 对 因为我在想就是 其实我们转发 他命根里有 总归还是会有 对 对 这个是你想对的 你转发了 你做了善事 他命根里有 你转发了 他不看 他照样上当 对不对啊 所以我们善还是要去行的 这个 那当然 好的 感谢我此外 还有 还有之前 有一个同修的问题 就是说 看他说 我们之前不是说 冻土时候 比如说家中 装修之类的时候 不是只要 什么吃 烧点小房子 就可以了吗 然后有个同修说 是不是再保险一点 就是看黄历啊 黄历上面不是有时候 也会说 今天是易冻土的 不易动土的 结果他说 根据黄历上面 哦 他说今天如果易冻土 再吃烧桥王子 这种 需要这种双保险的 看一念吗 要看的 我们很多澳大利亚的华侨 对不对啊 他拿一本黄历一看 易冻土 他一动了就倒霉了 不易冻土 他明明应该好的 为什么南半球和北半球 不一样的 地方转换了 当然你要根据你自己 当时的情景来的呀 你不能这么教条 那叫迷信 对不对啊 你比如说你南方人 有很多的风俗习惯 和北方人的风俗习惯 都不一样 你就是四川人喜欢吃辣子 那是因为你的关节 你的风湿啊 对不对啊 对 你看东南亚人 他们太热的地方 他就要吃辣来 把自己 把身上的一些 寒气啊 去掉自己身上一些不好的那种 我们说汉业啊 汉县啊 这种东西 你不能照搬的 你这东西要应地 应地制宜的 对对对 就是还有这种黄历 有可能就是 有时候是 某个地方就是 出来的这本黄历 可能并不适合 那当然 这是你的当地 对吧 很多人 很多人在 在香港生意做得很好 在大陆生意做得很好 一跑到澳洲来 倒霉了 钱都没了 为什么 这大陆香港都是人啊 这里没有人气啊 澳大利亚 羊比人多 牛比人多 师傅 你说到羊的时候 我想起来 就是那个 绵羊油我们 是可以用的对吧 用啊用啊 没办法 这绵羊油没用 我们就用 因为他们说 万一剪羊毛 这个羊不肯被你剪 这个恶气会在里面 他说 哎呀 真粗 所以你现在知道 人为什么这么聪明了吗 都是聪明到 光光就聪明到 这个死角去了 脑子僵化 哎呀真的 要挂在墙上来 好感恩 子贝太师傅了 好 下面一个问题 同修的问题是 问他那个 他的工作环境 就是可能是 一直和客户要吃饭 或者怎样 就是他 呃 如果 对方客户 要是婚的话 他必须点 但是这个费用 他是同修 他要付的 这会有他业障 会背吗 这个 一点点了 不多了 一点点 对啊 可能还有可能 念个祈佛 就可以结束 哦 那这个祈佛是 嗯 在之前就念吧 就是知道这个 今天下午有 那个客户吃饭 当然之后 你有夜了再念 没念去念 他干嘛 嗯 先打招呼 啊 先打招呼 天天念的 要天天念 哦 哦 好的 啊对 说这个打招呼的话 就是我们这个祈佛啊 就是呃 不是也有说 天天念就祈佛嘛 祈佛灭 对这 那我们可以就是早上 比如说许四十九遍 所有先打和菩萨打招呼 说问菩萨 跟菩萨说 如果我今天一整天中 有做的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或者造成了夜章 祈求菩萨 先慈悲原谅 或化解这些夜章 这样可以吗 可以的 都可以讲 嗯 啊可以的对吧 嗯 好的 呃 师傅刚才就是 就是还是呃 那个请客户吃饭 如果这个这笔费用 请客户吃饭的这笔费用 是之后可以公司保销的话 这个夜章是不是又转到公司那边去了 嗯 这个是啊 公司 所以很多公司都倒闭 就这个道理 哦 这样 公司不努力不如法 这样倒闭 一样的 嗯 那我们平时如果碰到聚会的时候 呃 因为其论很多朋友也是吃婚嘛 聚会基本上都是A制的 所以呃 如果我们是自顾自顾自我们点素菜 他们是点了婚菜 那之后是A制 A制的话平均下来这个价钱 我可能超过我自己的素菜的价钱 这个我也是一点点的那个业了 那没问题的 你知道跟普少说了 他们吃婚的业 他们自己背就好了 这句话不会讲啊 像你这种人们大概要讲十几遍了 哈哈哈哈 像你这种人 因为他们吃的肉比你贵的话 你心里第一就不平衡了 啊 还要我负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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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负了 师傅 好的 呃 让我看看还有呃 前几个重要的问一下 我们吃素的人 有的A制是这样讲的 哎 你们吃你们昏的啊 我吃我的素的 我自己的钱 我自己负 好了 呃 有什么业障了 对不对啊 你就吃个青菜 对啊 对不对啊 八块钱 好了 结束 哈哈哈哈 感受 可以感受 我再挑几个重要的问一下 呃 哦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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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呃 平时我们就是好像是 敷面膜的时候可以念经吗 敷面膜的时候心里念啊 不要照镜子啊 太难看了 啊 对就因为他 因为他们说很可怕 对 这个时候会不照照那个什么 灵性会不会 白天不会的 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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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的嘴巴里不要乱来啊 念大悲咒 其实照面膜这种东西嘛 讲老实话 哎呀 你用点洗洁精嘛就好了 弄什么面膜 面膜没什么太大的作用的 就这么贴一会儿你就不得了了 对不对啊 心理爱 你你你你你你用手 用点洗洁精不停的在脸上擦 我看比面膜效果要好 对 嗯 感谢不是 感谢 呃 贴的 你贴面膜的 我不贴的 哦 我不贴的 我我我我 有人贴 还有什么问题啊 呃 最后两个呃 呃 最后两个是 一个是呃 之前有说那个游乐场的事情 好像是之前听到同修 好像去了游乐场 这后小孩回来就有点就是不正常 嘛 就是说 想问一下师父 我们学佛人师父 最好不要去经常去游的 大小孩去游乐场 或者 路员之类的 因为可能会招这些礼 会会会会会会 嗯 对吧 嗯 动物都少玩 动物都少玩 人跟畜生到的东西不能放在一起的 嗯 嗯 还有之前说什么去游乐场做这种过山车 坐完山车 最后就什么 混合不齐 很多孩子刮挖大哭回家就发高高 这种事情多得不得了 嗯 因为前阵子不是正好有什么六亿儿童奸嘛 就是也看到很多佛又好像带着小孩去玩 嗯 所以 玩回去 白天呀 白天也不要让他转那种山洞啊 黑乎乎的 吓他的 啊 不可以的啊 嗯 好的 好的 健康病人 那就平时只能带小孩去点正常的一些地方 对啊 比方说划扶梯啊 对不对啊 嗯 吃吃东西啊 在海边走走啊 河边走走啊 玩个船啊 那东西多呢 拍个照片啊 为什么不好啊 嗯 逛逛公园 啊 可以的 好的 偶然看一两个猴子 看一两个小动物 没问题的 你不要到了全是动物的地方 好了 嗯 好的 好 最后一个问题师傅 呃 就是呃 是我的一个梦吗 就今天早上的梦 因为昨天 我不知道和昨天那个和同修聚 聚餐有没有关系 因为正好 昨天正好和一个同修聊到 就是呃 什么呃 师傅那个什么官村上面需要 很多就到时候要去说很把式的事情 稍微起了起 最后今天早上梦到 一个梦境就是很 呃 一个梦境就是说 我好像和其他人 好像是准备去参观师傅 原来的一个东方台地址的 东方台 就路上好像是经过的时候 正好 正好是看到几个法师的样子 就是和上 那个好像是黄色的就是服装的嘛 他们好像是地上就躺着 是呃 死人啊 死人 他的那个布是那个盖着 全部盖着 从头盖到底 但是我意识当中知道 他们是在超渡这些人 超渡完以后就是呃 他们看了我一眼 好像 最后我又走过去 正好跨过那个死人的那个 那个 他好像垫着一块板还是什么 但是就 这个 我跨过的这个板上面是没有人了 已经他们好像超渡掉了还是什么 我正好是跨过一个脚 就是 长方形了 一个脚跨过去 我就想 呃不对 我就脚好像不能这么跨 我就这样就是过了 这个场景就过了 之后就跟着很多人就到了他 到了师父原来东方台的 一直这个门里面 门进去了 就是好像是 呃好像感觉 这个门是 怎样讲 是蛮老 蛮老的那种装饰 不像现代化这种的 铁门是不是 呃进去 像大铁门吗 不是 不是大铁门 就感觉怎么讲 就是像我们 像我们就 七八十年 那就是 嗯 像上海老洋房还是这样的感觉 就是那种感觉 对对对 石库门这种感觉 但是比较好看一点的 那种石库门的感觉 就那样子的 进去以后呢 好像是 我们就好像等师父准备开始 但是这个里面好像有两个地方 可以进来开始 我们坐的 我坐的地方 本来以为是师父可以正门进来 可以直接看到可以开始 没想到 他 你在我的右侧脸那个大门进来开始 我一想好像有 对我好像看不到师父 但是头一往右侧一回 就是正是我这个视线过去 直接正都可以 也是可以看到师父开始 就是这个梦 所以说我不知道 是不是和 昨天和同修吃饭 聊聊天聊 就法师的事情 聊到这个问题了 这个 法师 这个法师很容易帮人家备业的 家里人放不下 也叫备业 帮别人也叫备业 和我昨天晚上这个聊的 应该没什么大关系吧 对不对 没什么太大关系 好的好的 好那其他没什么 师父了 不耽误时间了 再见 祝师父身体安康 保证师父 感恩师父 再见 拜拜 再见 再见 喂你好 喂你好 你好 感恩师父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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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谢谢 谢谢 师父 我想跟同学问几个问题 感恩师父的职位开始 就这样子的 有月头 说他的 他的女儿 大概是 12岁的 12岁的时候 有发爆炸感冒 然后 他 他的女儿是脑炎 脑炎 治疗化之后 后来 喜悦内心 发生已经好了很多 但是最近 他是因为在家里 一个人 弹腿 炎心 然后现在不能 变成他 不能睡觉 每天晚上都不睡觉 这个情况 是不是有灵性呢 感恩师父 喂 他不能睡觉是吧 啊 现在他已经是 21岁了 嗯 在哪间啊 许大愿啊 哦 他妈妈喜悦是 27 49张小房子 你说够不了 现在他女儿 不能 不够啊 福报不够 没有办法念 小房子就是 福报不够 现在所以 我跟你们说 你们有时间 有机会念 为什么不好念啊 非要等到 那个时候啊 你就是今天 念出去的小房子 烧掉了 你都有能量的 你知道吗 啊 是的 好了 他现在晚上都 晚上不能够睡觉 那他不能睡觉 怎么办 要念 什么心给他女儿呢 小房子啊 他已经讲过了 小房子 不够 他本来 之前他 哦 他 他女儿本来 之前有念经的 现在就盘腿了嘛 就是说盘腿 可能是变成打坐嘛 应该是 有的灵性 还是怎么样 嗯 你叫他 你叫他接着 建筑 小房子 就可以了 好的 要放生啊 要几 六千条 放生 哦 好的好的 感恩 师傅的 慈悲 开始 师傅 可以给我 起这个梦吗 是这样子的 因为 同学 他怀孕的时候 梦到 太重 太重的 女儿 跟他聊天 同学 向他问 你是不是 从天上下来的 妈 他女儿说 所以我是 从天上下来的 同学在问 你是不是 跟 苏永鸿 有 有 关系吗 他女儿说 不好 然后就 就梦就醒了 请师傅 慈悲 开始 嗯 他女儿 是不是 从天上下来的 那师傅 感恩师傅 应该是的 哦 哦 他女儿 是苏宝 感恩 是不是 慈悲 开始 苏宝 很好的 他妈妈 是不是 破腹肠了 啊 是的是的 啊 破腹肠 可今天上下来的 他是不是 跟苏永鸿有关系呢 跟什么 是 那个 苏永鸿 那个叫做 他说 啊 圣悟空 圣悟空啊 啊 圣悟空 圣悟空 对对对 有 他三辈子有关系 可能哦 可能有一个缘分 这样子 感恩师傅 开始 下一个梦 就是同学的 他梦见 他妈妈 往生 他梦见 过去的母亲 在 在 一边 河边 跟一个女儿 小孩在一起 然后 看到 啊 有一间屋子 屋子里面 外面有 一个 水池 池里面 有一个 那个 啊 那个 蓝色的 海豹 跳出来 请师傅 祝悲 他妈妈 是在哪一道呢 有没有像仙境啊 啊 他看到一个很蓝色的 蓝色的海 一个水池 然后看到一个海豹 跳出来 这样子 嗯 是在天上吗 师傅 应该是的 阿修罗吧 阿修罗啊 感恩师傅 开始 师傅 我梦见 我父亲 他 他突然间变得很年轻 然后又很漂亮 我就问他 你为什么这么年轻呢 师傅告诉我 他是 他现在念 大背周了 大背周很好 然后 呃 然后我就看到他 哪个行李要离开了 然后 呃 就 后来梦就醒了 请 请 师傅 迟得开 我父亲 是不是之前是在阿修罗 可能 他现在是不是有在上一层呢 是啊 到了天界 哦 到了天界 哦 感恩师傅 迟得开 师傅 还有一个梦境 师傅 我想问你 那个吊锥牌 那个颜色 比如在梦境的话 吊锥牌的颜色 是不是有 有什么含义呢 比如说 我在梦中 师傅送了我一个 金色 水金色的吊锥牌 然后 就是说 送了给我 然后一个水金色的 那个所知 那个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感恩师傅 对不起 最后两个字没听到 哦 是这样子的 我在梦中 梦境师傅在开市 然后师傅 就是说 我要离开的时候 师傅叫我回来 从八包拿了一个水金的 王色的吊锥牌 送了给我 然后在八包里面 再拿一个 佛珠的吊锥 佛珠的金色的 送给我 然后我就梦境醒了 这不是 呃 代表什么意思吗 我看 我看没 感恩师傅 我看没什么意思 师傅累了 是不是有觉呢 嗯 因为我最近的身体不不好 是不是我有觉呢 多念节节奏吧 你有没有觉 你应该自己有感觉的 就像第六灵感一样 你自己感觉感觉吧 好吗 哦 好的 就是说 呃 最近身体不太好 可能是身体不太好 所以就这样子 哦 师傅身体不太好 那你拿我多少去啊 一般的要接师傅去很多的人 才会身体不好的 嗯 哦 听一种听一种 那天我们已经说 一个事情叫我放上两千条鱼 那个不知道是对不对的吗 本来我是几年一千条 那是不是两千条鱼 我要对加两千条鱼 一点点放吧 先放一千条吧 好吧 哦 哦 感恩师傅 师傅 我有一天念经的时候 我听到有一个声音 就能告诉我 我不知道是对还是错 师傅听说 哦 父有名陀罗来 善有大悲心 西方无数庙 问佛应罗来 念念明文罗 大之大悲 观世音 就是这几个字 请师傅慈悲开示 我不懂他的意思 嗯 不懂他的意思啊 第一句叫什么 第一句叫什么 第一句说 父有弥陀罗来 父是什么父啊 啊 父法神的父 父又弥陀罗来 啊 弥陀罗来 佛都在做护法 护持 第二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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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有大悲心 嗯 没啦 西方无数庙 好啦 心有大悲心 心上无数庙 你应该懂的 好啦 下面呢 西方很多 很多无数庙 法 问佛应如来 问法 应如来 对不对 问法应如来 就是要找菩萨智慧的人 你才能问到佛法 哦 念念明文儒 就是多念一点经 对不对 啊 念念明文儒 就念经之后 你就慢慢会明白了 明心见心了 哦 最后就是大师大悲 观世音菩萨 是不是观世音菩萨 给我开心啊 嗯 不知道 反正 所有的小菩萨 叫观世音菩萨 也是感恩大师大悲 观世音菩萨 哦 感恩大师大悲 观世音菩萨 给我开心 感恩给我开心 就是我想请问 大悲咒水 现在一般我们都是用那种 莲花 莲花的杯 对不对 那以前我们是用那种 有大悲咒水的指纹 那个 哪一个比较好呢 试试看吧 好吧 两种都试试看 如果是有 哦 因为如果是有 大悲咒的指纹 因为念出来的能量 不是会比较好一点吗 是啊 哦 是的 嗯 哦 哦 哦 好的 好的 感恩师傅 持得一概括 师傅 如果我们一天 把教在记者的神咒 两百七十二遍 还有大悲咒 两百七十二遍 还有星星 还有 呃 网生咒 还有呃 两百七十二遍的大悲咒 全部一天烧完 可以吗 太多了啦 分几天吧 太多了 哦 但是那天我烧的 觉得感觉很好 嗯 那你继续多烧一点 嗯 感恩师傅 他们说如果是心脏 心脏很高 肥了就不要烧这么多 对吧 嗯 可以 嗯 哦 感恩师傅 师傅有一件事 我想问你 什么叫有心无力 有心无力 为什么 请问师傅 怎么样增强 自己的心力 有心无力 就是思维上同意 但是身体力上不值 身体上没有力量 听不懂啊 嗯 就就好像我有心做一样事情 但是没有力量 是不是功德不够呢 师傅 不一定的 嗯 嗯 有些人还喜欢某一个人去 你都不知道的 嗯 好吗 嗯 好了 要怎么增强我的力量呢 师傅 为什么讲话没有力量 是不是 功德不够 是啊 肯定啊 好 要多多功德 对吧 师傅 嗯 感恩师傅 持的 但是 师傅还有一个 呃 用心力 用心力 克制烦恼 越上 烦恼少一点 修心的功夫 就多一点 超修超有力量 烦恼超修的人 呃 烦恼少 少的人 这功夫很大 请问师傅 持被开示 修行功力的和修行能量有差别吗 感恩师傅 持被开示 请持被开示 修行功力和修行能量有差别吗 感恩师傅 收行的功力和修行的功力和修行能量有差别吗 感恩师傅 修行的功力和修行的功力和修行的功力和修行能量有差别吗 当然有差别吗 后来你说修行的能量吗 就是你本身已经修炼 百炼成钢了 你当然有能量 那个只不过在完成日常的工作呀 嗯 好了 哦 就是能量就是说也是一种 你修得很多有分色就成为能量功力就是说你也是 也是差不多吗 大概 差不多 嗯 好了 感恩师傅 持被开示 好 呃 你怎么知道我不看图腾啊 我有时候看图腾我不能讲给你们听而已啊 因为一说礼拜五也看礼拜六天也看的话 那电话还了的啊 所以不能说看图腾的啊 但是有时候不看图腾怎么知道啊 哦 哦 那那师傅怎么知道 那个同学比如说师傅告诉我说你 你给人备业了 那是不是看头上的光的黑气 给人备业的话 头上光很暗淡 第二 哦 老觉得不舒服 身体不舒服 内脏不舒服 嗯 好了 哦 呃 那师傅我身上有没有光啊 是不是很多黑气啊 你光很多啊 嗯 怎么 是不是白光吗 还是黑光 黑光 白光 哪有黑光的啊 神经的你 对不起 嗯 这个是左边的光比较多一点点 嗯 是啊 右边有心体不好吗 嗯 啊 对对对对 我就是 我现在的那个左边 左边那个腹部那个 我 我都 到现在 上次师傅教我 吃那个煎皮丸 我吃了好了一年之后 后来现在又复发了 那天师傅跟我看莲花的时候 师傅看到莲花说生病了 那师傅 请问师傅 莲花也会生病的吗 莲花生病吗 所以预示着你生病啊 这还听不懂啊 噢 好了 师傅 要休息了 不要呱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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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呱吧 你知道 toi 可 我们请关心过大家族 我们让他们做到更多严重专感 谢谢师父 祝你保重啊 拜拜 好 听众朋友们时间关心了 节目就到这 结束了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 广告之后回到节目中来